大家好,我叫做Mike 在我旁邊的是 Lima,嗨大家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個國家公園叫做 Presidio 然後同時間我們要讀一本故事書是我們兩個都很喜歡的故事書叫做遠足 她的作者是Alison Farrell 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女作家 因為這故事是她自己寫跟自己畫的 然後大家看到我戴帽子有沒有 因為這本故事書其實在Presidio這個公園 你是可以一起讀的 所以說我們出去之前要先戴 要做好防護太陽的工作 然後當然出去的時候還要戴口罩 要穿衣服、要穿外套 因為怕有時候風很大跟舒服的鞋子 好,那我們來開始吧 好,我們首先要感謝舊金山圖書館跟Chronical Books 讓我們能夠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一本故事 這一個故事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囉 來,這本故事書叫遠足 這個故事書 這個故事有三個主角 你可以看到這三個女孩子 她們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可是她們都有共同的興趣 就是喜歡在戶外 呼吸新鮮空氣跟看新的東西 好,這本故事書叫遠足 你可以看到樓上有人說 嘿,快準備好了嗎 樓下就看到跟女孩子說 啊,還要再切一下 不知道在切什麼 好像在切 Luna,你覺得她在切什麼 牌子 牌子 是牌子嗎 是啊,然後她 她現在晚上就可以拿她牌子去玩 是嗎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小女孩 她說 再收集多一點羽毛 你覺得她喜歡羽毛嗎 她喜歡羽毛 可是她撿她羽毛在她的頭上 欸,真的耶 她真的有羽毛在她的頭上 好笑 好笑 喔,我們要去遠足了 你看 喔,原來這個女孩子 最高的女孩子 看起來是年紀最大 她叫做Ran 第二大的女孩子叫做L 小女孩叫做Hatty 跟他們有一隻狗狗叫做Bing 為什麼他們的狗狗是Bing 不知道啊 他們娶的吧 是啊 這是我們的愛好 就喜歡出去遠足 哇,好多東西 他們好像去有很多樹的地方 可是它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呀 你看到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而且它是Skunk 是嗎 是啊 你說這一隻是不是 是啊 哦,這一隻好像是Chipmonk 像是小松鼠 很漂亮 可是 可是Skunk是跟黑的 還有 還有 一個 白色的 是啊 臭幼是黑色跟白色的 剛開始 我們跑得像瘋了一樣 我們一開始出去玩的時候 會不會很興奮 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後面的Hatty她說什麼 她說 欸 等我一下 跑太快了 為什麼他們跑太快了 可能是太興奮了 趕出去的時候 然後狗狗說 啊 狗狗叫了一下 狗狗也很興奮嗎 是的 熟透了梅子樹蟲 讓我們放慢了腳步 哇,他們在摘果子吃呢 看起來好香好好吃喔 露娜,你記得之前 幾個月前我們去摘黑莓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子對不對 好吃的黑莓 他們摘到的是紅莓還是什麼 這個英文叫做 Sumbleberries 這邊有我最喜歡的 是Froggy Frog 是啊 這是一隻toe 這是一個蟬褲 跟青蛙一樣 很好 真好玩 是一個Lena的名字 你要給她取一個Lena的名字啊 是什麼 因為我喜歡我的名字啊 哇,你看 Lena你看 L呢很厲害呢 她教大家用樹葉來做一個籃子 他也在做 他也在做 他已經做好了 是啊 Ren就問說 像是這樣子嗎 L 那L就說 是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 你看 她用這邊把它連接起來 可以做籃子 真好玩 是啊 他的葉 是啊 他教他的 大家 他教他的一本書來 來做這個葉 是啊 然後你看他這個 Ren 他這本書 他裡面他畫 又畫畫又寫字 他的筆記本好棒喔 哇 Ren很會寫喔 喔 我們可能吃太多梅子了 然後他 他是去他手 他說我們可能吃太多梅子了 所以他們 Ren跟L都倒在那邊了 那我說 有可能嗎 然後呢 他在狗狗說什麼 狗狗說 然後呢 Haddy就說 欸 我以為我們要留一點 晚一點再吃呢 我們現在都吃完了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 他這樣子 我想要吃 請等一下 我們先讀故事說好不好 好 謝謝 你剛才有什麼問題 我以為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筆子很漂亮 可是我想要給大家看我的筆子 可是我太漂亮了 好吧 那給大家看一下你的筆子 這邊 你的恐龍筆子 好嗎 下一頁 山境變陡了 木道變窄了 山境變陡了 就是他們現在開始要往山上爬了 很斜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L就說 欸 Haddy 你怎麼這麼快啊 Haddy在上面說什麼 她說 Boo 是啊 她跑得真快 然後她想Haddy 是嗎 是啊 喔喔 她說我們迷路了 她在追她的青蛙 是 欸 狗狗在追青蛙欸 是啊 那青蛙跳到哪裡了 跳在吃湯這邊 是啊 我看看 Ren就說 嗯 哪一邊是北方呢 然後 Ren就說 我們很確定 不應該現在就遇到一條河啊 然後 Haddy是怎麼樣 Haddy是反過了 Haddy 她的低度拿反了 Haddy好像看不懂 是不是 是啊 看不懂 好好笑 是蠻好笑 是啊 然後她踩到一個烏龜上面 我看看 Haddy才站在 她不是站在石頭上 她站在烏龜上 Haddy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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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笑 嗯 然後呢 他們現在還在看 我們怎麼 我們迷路要怎麼樣才回去呢 嗯 你看 Haddy 等我一下 Haddy就說 過了梅子樹叢 我們是應該往左邊走嗎 然後 然後 Ren就說 我想應該是往右邊走 然後 這時候你看 L呢 她在寫一首詩呢 她問Ren說 還有沒有其他形容 藍色的字嗎 哇 這時候 這時候你就知道Ren很厲害 她就說 天藍 蔚藍 還是 古藍 這樣子 她知道不同的 形容藍色不同的字 好厲害 你看 是啊 這是Ren的寫生布 你看 她又會花花 因為 像爸爸的話 爸爸記憶不好 你不把它寫下來啊 畫下來 或是照相的話 我就不記得了 你知道嗎 可是 我會提醒你 好 謝謝你 喔 我們在拍錄了 他們好像找到了 他們原來應該要走的地方了 可是 可是 你看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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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可能是她的毛 她 這一點 一點點小的是這一個 哪 她 小 最小的是海裡 什麼意思啊 我聽不懂啊 你看 這一個 這一個粉紅色的是她 喔 你在說 這一個 是給她的 是給這個粉紅色的 水壺 說水壺 水壺是給她的 是給Ren的 是啊 那綠色的水壺是給誰 誰的 L 你覺得是給L的嗎 是啊 所以小黃色的水壺是給誰的 Haddy 是給Haddy的 是啊 狗狗不喝水 是啊 他們很快呢 大家就回到了他們應該要在的步道上面了 然後這時候 Ren 在地上看到了 一個東西 她說 這是誰的腳印啊 嗯 不知道是誰的腳印喔 是啊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看到留下這個腳印的動物 我們去看看好了 走 有一隻鹿 走了過去 對 有沒有看到了 然後狗狗 狗狗打了一個噴嚏 哈啾 那一隻鹿一下子就不見了 好像一個 好快 是啊 他們三個人甚至覺得 到底有沒有一隻鹿在那邊啊 剛才 它快到 消失了 好像是狗狗把他嚇跑喔 嗯 狗狗不小心的 小雨來去匆匆 你看他開始 噓 下了雨 鳥兒們好開心 我們聽鳥兒在樹上 啾啾啾啾啾的叫 你有沒有聽到 Chickety 那聲音叫做 Chick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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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在寫一個 Bluebird 還是一個 Chickety Chickety 是啊 Chickety是這一隻啊 然後這個就是Bluebird 是啊 然後這個是蜂鳥 哇 其實這三種鳥呢 在Presidio都看得到喔 然後牠不是在Presidio裡面 牠們不在Presidio 牠們在 離Presidio蠻遠的地方 不過有些動物啊 像牠看到的是 Mountain Bluebird Presidio有Western Bluebird 很像很像的鳥 然後牠這邊寫的是 Mountain Chickety 牠們在山上 Mountain就是山 然後在Presidio裡面有 Chestnut Back Chickety 然後牠這個蜂鳥叫做 Anna's Hummingbird 你知道嗎 Presidio也有一模一樣的蜂鳥 真好 這時候Ren就問 這時候L 這是誰 這是L在問Hattie說 這條河就是我們在找的吧 對不對啊 Hattie Hattie說對還是不對 對呀 牠說對的 Yup 然後牠還在幹嘛 Hattie還在撿什麼 撿羽毛 牠在頭上還有一個羽毛 牠羽毛好像越來越多 是啊 好 我們看看這邊 Hattie累了 所以L呢 就幫牠把牠背在牠的背上 來 把牠背在我的背上 對 然後呢 很快的你看 很快的 L也累了 所以Ren把牠們兩個都背在背上 好 走吧 還有30分鐘就要到山頂了 因為這邊有個很大的瀑布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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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好像都很吵都聽不見在講話了 對不對 嗯 是啊 我也想要背下了 好 來 哎呦喂呀 哇 真的是 再也背不動了 啊 再也背不動了 然後呢 大家都下來吧 你看 Hattie還在說 快一點啦 快一點啦 哦 背得很重呢 哇 好 大家都下來吧 然後 因為牠們爬到山頂了 所以 天氣變冷了 對 這時候要拿外套穿了 其實要戴外套出去的時候 好不好 是我戴外套了 我有戴我的衣服 好舒服 好人喔 真的好 在山頂上 Ren拿出了他的旗子 他原來之前在撿 在撿這個旗子 然後呢 Al呢 就讀出他剛剛寫好的詩 然後Hattie把他的什麼都放在空中裡面 是羽毛 對啊 會給 會給好多人 是啊 牠把你們放在空中 這樣子去 釋放在空中 好漂亮 嗯 哇 他們爬到山頂了 你知道嗎 Luna 他說我們完成了 為什麼他很大 嗯 他很大為什麼 誰很大 他呀 Ren嗎 是啊 Ren是最大的 哦 狗狗睡著了 牠們好像在山頂上休息了一下 你看L還拿出他的望遠鏡 來看風景 來看風景 那牠 牠擺在一個好小 是啊 好 那牠們下山了 咦 怎麼看起來有點暗暗的 太陽是不是也下山了 是啊 好漂亮的 是啊 好多顏色 嗯 哇 那牠連在一起 星星連在一起 好好玩哦 是啊 像一個 connected dots 是啊 把那個一點點全部都連起來 那是所謂的星座 就是在天空上很多星星有 他們會 星星會形成不同的圖案啊 很久以前有些人呢 那科學家就把它變成 就把它 嗯 變成星座 很漂亮 是啊 他們終於要回家了 終於要回家了 嗯 我們讀完咯 跟大家說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讀這個故事書 嗯 那記得你出去的時候呢 在外面享受大自然的時候呢 一定要就是要做好 防護太陽啊 撐傘啊 有時候會下雨啦 現在是冬天 然後要穿足夠的衣服 跟舒服的鞋出去玩 然後在Presidio 我們有同樣的故事 希望你也可以好好地享受這些故事 OK 還要 還要 我會寄給你這個貼紙 因為這個貼紙很漂亮喔 啊 我不知道 大家住在哪裡 所以這個貼紙呢 你就自己留著吧 謝謝你 露娜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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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奶奶奶 小白爼 才選擇 呢 非常 不妙 但是 那我們 沒有 哪裡 classics 也就我說 不妙 能